第一 我不覺得做設計是需要熬夜 或者晚上才做 第二 我不相信靈感 或者我們做設計不應該從靈感開始 因為無論你做建築 室內設計 產品 其實我們每次都是一個命題 有一個 purpose 有個人來找你 我想做這個設計 其實這個人 或者這個project 裡面一定有一些所謂的條件 你要滿足的 你首先要了解這個限制是什麼 因為你不是一開始就想做一個怎樣風格的設計 不是我想在某某某個雜誌 或者在網絡上看到一張照片 我想將這件東西搬來香港 或者搬來這個project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方法 起碼不是我用的方法 每一個人都凌嗨的紀念 確實情況 不錯 我們的純粋 值得工 catast 經歷 如果大家有所有lation 回家 就會成功 然後处理 大家好,歡迎來到設計大道,我是June 在我身邊的是設計家的前輩Steve 想問你,究竟是甚麼契機令你踏上設計這條路 我很小時候,我和我叔叔一起住 在你學校旁邊,沒有多遠 我叔叔是一個建築師 我每天放學見到他在房間工作 畫圖,各方面的畫圖 我很小時候把我叔叔變成我的偶像 所以我很小時候,立志想未來像我叔叔一樣 做一個建築師 一直向這個方向 幸好後來讀完中學後 亦有機會進入香港大學,讀建築 如是者就踏上建築和設計之路 我自己為何要踏上設計之路 其實是一個膚淺的答案 我小時候見到老爸上班後 要打胎,覺得很局促 很麻煩 中學自己也要打胎 很麻煩 所以為了不用打胎 有甚麼工作是不用打胎的呢 原來做設計師,不用打胎 那時候,我當設計師 一開始真的是中學的時候 但如果你延伸這個想法 其實可能是對於局限的一種回應 我希望去找一個比較尺寸的路 後來發現原來設計整個工程 或者整個練習 就是找到新的解決 去一些問題 我發現原來是由打胎 去到我現在做的每一個項目 都是在存在的困難中 如何找到新的解決 是一樣的事 所以我慢慢的精神 貫穿了我去Pursuit Design這條路 我爺爺也是做藝術人 但我小時候爺爺已經過世了 是我重疊幾年 小時候 他有教過畫畫 我記得很特別 我用原筆畫畫 不要用原筆畫 用原子筆 原筆畫畫令你覺得你可以 改正你自己的錯誤 原筆令你每一個決定 都要慎重地做 很簡單 我小時候就給了一個這樣的教誨 我又和你交流一下 我不知道你做事的方式是怎樣 我很神奇 我和爺爺的性格有關係 有相似 我是永遠不改變 而是如你爺爺所說的 我每落一筆 都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盡量不改 甚至很少改 剛才說了 我讀建築 很明顯 讀完建築出來 我們當然要做建築師 但我入大學第一年 不是畢業 是入大學第一年 我已經不知為何 很清楚自己想要些什麼 我以後要開自己的職樓 所以我一直都是向這個方向去規劃自己 但是做建築師 你必須要考牌 所以我畢業後 都是在建築師事務所所 所謂學師 考牌 但一考完牌 我已經急不及待 我就向這個規劃 慢慢去承傳它 我就去了現在的屋宇柱 以前是建築物條例執行處 那裏做一個建築師 跟人去批職 各方面出牌照 我就可以了解多些政府的運作 做完之後 我未有再做其他工作 我就去了一個香港的發展商 他自己有建築公司 我一邊是做發展商的代表 一方面是管建築公司 這個工作令我對整件事 是感受和學了很多東西 終於在1987年 我開了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 如是者就做了十年 一直到1997年 我就發現 其實在香港做建築 都限制到幾大 我是很心急的人 我今天做完的事 我想明天就看到結果 我就覺得不如我雙線發展 又做architecture 又做interior 再加上1997年 亦都是我四十歲那一年 亦都是香港回歸那一年 我就覺得 為何我們不衝出香港 嘗試去內地發展 因為其實在1997年之前 我都比較少去內地 但是既然香港都回歸了 我們不如嘗試一下 所以在1997年 我就做了兩個很重要的決定 一就是一邊做建築 一邊做室內設計 你做室內設計 我自小香港長大 相信很多跟我們一起成長 甚至現在這一代也好 都很多受日本的漫畫和遊戲機文化影響 所以很小時候 打任天堂的時候 就覺得我想看日文 我們看得明白這些字 會更加好玩 再慢慢對日本文化有一個衝勁 這個真的受他們的文化產出 就是他們的漫畫和遊戲 慢慢成長的時候 就覺得日本的設計又很精煉 為何東西這麼簡單又可以這麼漂亮 為何東西可以做到這麼細節 我覺得原來作為設計師 在日本文化中可以很多東西學到 最後結果人生 我太太是日本人 所以令我深厚和日本的關係 我現在也有很多時間在日本製作 我出來做事 其實我們都經常去看日本的設計 或者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看Tenge Cancel Tenge 或者Susaki 諸如此類的大師作品 我出來自己做事 其實我和兩個日本設計師合作過 一個叫Morita 先生 深田工通 那時跟他和Alan Chan 三個人一起做大快活的 rebranding 這個項目是 不是只有延長設計 而是整個rebranding 這是很有趣的項目 後來最近幾年 和Kengo Kuma 一起做了一個日本餐廳 其實我和他們做事都是很有趣的 或者最近我自己在日本的房子 亦與北海道設計師 Nakayama 先生 一起合作 在這些合作裏面 我覺得大家都拆出火花 所以日本的設計 或日本的文化 其實都是不停地影響我們 剛才你說合作的項目 也是我以前做委託的時候的老闆 我曾經在日本實習過 在Kengo Kuma 工作 所以都是同意很多 工作藝術和文化文化 在日本都學到很多東西 我YDTA去的時候 是我第二次日本工作 但工作經驗比較特別 我找了一間做茶室的木 叫做大工 這些工匠 日本的carbon tree 公司去實習 真的去磨木 去學做一些筍位 因為我們在讀建築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說到日本的工藝 尤其是木工 就說為何這個日本建築會這麼特別 很多時候就回到杖心 或者杖人的技術 一脈相承 由細緻去做Joinery 會影響到建築 原來就這樣看大的建築 家裡也學了很多東西 但我想嘗試用手去學日本的杖人精神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實習機會 其實很多人都說我是現代簡約的設計師 但我不是這樣理解 剛才我帶June去公司看過很多項目 其實我們的項目 你會看到從表面上看 其實那個落差 或者那個diversification 都挺多 在表面的風格上 我只是說我最不會做的 就是一些很classical的project Even European modern classic 我們都會做 一些中式的東西我們都會做 所以其實這些是否簡約呢 我就覺得是 不過不是風格 是我的心態 其實我的設計 我是從心出發 我是甚麼人 我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代表我做的東西 我都是獨塑、獨物理 在獨塑和獨物理的時候 有時會有些叫做Elegant Solution 如果一條數很複雜 但你三句搞定了 這條數都可以用十句來搞定 但三句搞定了很多 這個對我來說是簡約 怎樣可以用最少的動作 和最少的步驟去完成 或者找到一個Solution 這是一個Elegance 我對於設計的Pursuit 有時是一個哲學性的困難 這件事是否真的需要 如果沒有它是否不行 不斷發問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跟日本的文化完全吻合 日本人做事就是清清楚楚 不會做一些多餘的東西 但它不代表它的東西 不用心思去做 或者它不製造 譬如你的壽司、擺碗、擺碟 其實它們都很講究 當我們見到這個建築很宏偉 或者這個設計很漂亮 就會很仰慕 我都想是這件事的創作者 所以很多人會催之若無 但是去到的時候實際上要上位 簡單來說是一個很強的競爭 所以它有很強的Glamour 有很強的競爭 所以作為Industry 而言 設計和Actors 是有點相似的 你知我們香港是在行英國制 英國一直都不能讓建築師賣廣告 就是在英國制度裏面 但美國不同 美國的建築師在某種程度 在這方面是比較開放 這個很明顯是制度上的不同 但後來我由建築轉去做室內 我都不覺得賣廣告是需要的 因為很商業化 但我們用另一件事去 推廣我們自己的一些作品 其實是需要的 所以我當時就想想 我們做了一些項目出來 自己這麼滿意 也要被人看到才行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軟性的市場 所以說一個設計師也好 建築師也好 是一個藝人 某種程度我是同意的 因為你拿了一個好的劇本 演了一個很好的戲 其實你還需要發行 還需要很多的推廣 其實可能我們演而優則度 我們演得好之後 我們就要度 例如一個設計師 我以前很多時候 是落手落腳 畫圖做很多東西 但當公司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 出出戲都自己做 每個項目都自己畫 那你就要退居幕後 就是去做導演 以及建築設計師也好 我們是講團隊的 我們不可以 你請兩個最厲害的明星回來 就做到好的項目 或者拍到好的電影 你需要幕後很多工作人員 劇本 燈光 服裝 化妝 所有東西剪接才可以做到好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很少演戲 可能演舞台劇 不可以拍一兩場 客串一下 而我是導演 甚至模型的製片 建築學院不停在改變 如果我們再早些 講述Michael Angelo 建築師其實是由工匠開始 大家都知道 甚至是畫家 是全圈的 又會畫畫 又會做雕塑 又會做工匠 這些就真的是建築師 後來慢慢就是工業革命 再加上一些modernization 建築這個行業改了很多 就開始設計的東西 可能對藝術 對一些工藝的要求相對來說 就交給其他人做 建築師就focus去做一些所謂的建築設計 然後再遲些 就開始建築越來越複雜 建築師就專門做外形的設計 甚至幕牧場設計 甚至某個建築設計 甚至某個建築設計 甚至房屋的種類 醫院、機場、學校 都分工得很厲害 這就是整個建築行業的變化 剛才你也有說過你以前有建築,然後去了規劃署 我也有一點類似的路程 其實是由這個讀完Arcy之後 我去了在加州做IT 那時候我們做是開發一些Urban Design的軟件 Urban Design有什麼軟件? 問題正在那裡 我們的專業就是不斷為了專業設計的工具 或者一些軟件去開發 我發現原來我們要走一步去看大幅圈 去想一個整個都市的環境 如何互通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工具去幫助我們 專業也勸決了 後來就開始有Urban Design這個專業出現 開始有我們公司當時做的Urban Design工具出現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你這樣說 不斷轉變 而我們現在很認識 原來一個一個建築去看 一個一個建築去看的話 未必能夠有效地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要更加宏觀地看 所以Urban Design我覺得是一個 嘗試更宏觀去面對問題的一個發展 近來這十年七八年 我開始吃雪格 我在我家就 喂兒子呀 做一瓶吧 最初他也試一下 吃吃吃我們又一邊吃雪格聊天 我又發現原來吃雪格和大家喝點東西 在家裡聊聊天 是真的促進了我和他的感情很多 以前大家沒有什麼話題 也沒有什麼共同的嗜好 既然吃雪格和喝杯酒 大家可以這麼溝通的話 他說不如開一個雪格吧 我又喜歡吃東西 又喜歡玩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開一個 Members Club 會員制的地方 吃雪格 喝酒 吃飯 是很小的 但是吃東西我們很講究 我們希望做到一個很精緻的粵菜 這個名字都是我兒子改的 其實挺好的 C Plus 如果你廣東話叫做C家 C家就是很私家 很私家 很私家的意思 中文 在英文是市家 一個很私家吃雪格的地方 所以就叫做Club C Plus 我們在中環找到一個地方 就是在都爹利街去到盡頭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那裡有條石板樓梯上去 香港唯一兩盞煤氣的街燈 我覺得這個地區很特別 而我們找到那個地方 可以在都爹利街坐升降機 又或者在雪廠街停車 它有一條樓梯 歐多的樓梯走下去 就是兩個entrance 我去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不像香港 我經常覺得好像在日本 甚至歐洲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很喜歡 我們就租了下來做這個Club 那裡邊我們想想 我們想想怎樣設計 剛才就說 就是香港人的設計 二千多呎 又要做這麼多事情 怎麼做呢 我做了很多變身的事情 即是門可以關門 可以拉開 可以開 變成那個Layout 可能有六七種不同的Layout 做大的Party也可以 私人的VIP dining room也可以 所以在Layout 在二千多呎 人們進來 這裡不錯 多大 我說二千多呎 不是吧 他們是不相信的 所以其實一個好的建築師 或者好的設計師 是要將一些 我們的條件 的缺點 儘量去 不要說隱藏 儘量去淡化它 譬如樓底很矮 但樓底很矮 但我們依然是 做了一個很深的顏色 人們不覺得太矮 人們會覺得 為什麼樓底在這裡 中油深色 是否會中 局促 很多人是這樣想 其實不是的 有時這樣的時候 可能令到空間感更大 我們用了一些 很現代的手法 例如我們的窗 我們有個 格 即是有個Screen 如果你說中式 很多時候用木 用諸如此類的東西去做 但我們用了一個Wire Mesh 做了一個金屬網 看上去 其實有少少中國的味道 或是東方的味道 但其實整件事是很現代的 另外就是 我們用了很多 意大利的傢俬 配一些 剛才說的少少的中國元素 我覺得這個都幾 international 和很適合香港這個定位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就是有一次我去看地盤 發現那裡剛剛日落 剛剛向西日落 太陽射進來很漂亮 因為是橙色黃色的 但不是日落都是這樣 因為下午不是這樣的顏色 很曬的 我把心一環 我心想 不如將窗 全部貼在橙色的鏡頭 就算外面很猛的太陽 進來的陽光 就柔和了很多 還有有一個橙色的感覺 這個就是一個設計 而橙色後來也變成我們 整個Club的一個 製作色 其實所有東西都貫穿在一起 我們剛剛前兩星期在香港會展開出一個新產品 叫做artifact artifact這個字本身是在考古學或地理中 一些人類做出來的東西 但又可以作為歷史的證據 叫做artifact 另一個就是在科學裏面 如果你做實驗的時候 看到一些叫做noise 那些又可以稱之為artifact 總之就是一件在各種學科裏面都會用的一個字 但我們就看到artifact這個字裏面 又有AR 又有art 又有facts 這三個元素 正正是我們想做的一個新的空間體驗 那怎樣去形容這個產品呢? 其實我一邊做建築 但中間有做過IT 那時候已經做了很多urban city model 很多他們叫digital twin 怎樣去做一個完全是三圍空間的城市 過去兩年有很多人會說說metaverse 全部都有關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我發覺 去做一個environmental design 你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沒有故事沒有 context 它就是一張打卡的相片 頂上路 但當你知道它的歷史 知道這個地方 為何會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跟它產生一種關係 甚至一種感情 我們就希望去用一個AR的科技 擴充實境的科技 去令到這個地方 本來人們會忽視了 不見到它有多漂亮 或者不知道它的背景 但是因為通過我們的經驗 就會去了解 而同一個地方產生一個感情 而這個在市面上 有甚麼需求 導致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產品 我看到很多現在去旅行 首先打卡變成一個 purpose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去旅行 其實每個地方我都會 逗一段時間去認識當地人 那種旅行對我的影響是很深厚的 但你說去打卡 我真的覺得走馬漢花 還有一些本末倒置 要去說服人的時候 最簡單就是Pokémon GO 很多人都玩過 Pokémon GO實境去捉寵物小精靈 Pokémon GO大家都玩過 我就覺得曾經瘋魔到 那些所謂的責任 不外出的 因為Pokémon GO都會先走幾轉 就看到原來一個手機APP 可以影響到整個城市的行動 當年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也沒有這樣的想法去做Pokémon GO 這次做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我們也是在做Pokémon GO 只不過裡面不是一個虛構的 寵物小精靈的世界 而我們拿回人類歷史 人類的這麼多年來做過很多 很多很有故事性的東西 就是art effect 去放在這個故事上 令到你去一個旅行的時候 更加深入了解一個地方 我讀了大學這麼多年 我想我開不了五晚的通宵 我是太過需要睡眠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不一定要開通宵 或者不停折磨自己 才可以出出一個設計 反而我是一個很著重時間管理的人 所以我時間的分配 我很自律 還有很有計劃 我覺得這也是我今天管理公司的一個方法 或者應該說我們做設計 不應該從零開始 因為無論你做建築也好 室內設計也好 其實我們每次都是一個命題 有一個 purpose 有個人來找你 我想做這個設計 其實這個人或者這個 project 它裏面一定有一些所謂的條件 你要滿足的 你首先要了解一些限制是什麼 譬如你有一塊地設計 正如我說 在香港 你又要原來知道 你隔壁有間屋 或者底下有條隧道 或者怎樣 或者山坡等問題 這些就是所有的限制 甚至無理由室內設計也好 我們做一間 簡單到好像做一間樣板房 你首先要知道這個樣板房 這個project 它目標是賣給什麼人 你不是一開始 我想做一個怎樣風格的設計 不是我想在某某某個雜誌 或者在網絡上看到一張照片 我想將這件東西搬來香港 或者搬來這個project 我覺得這個是不適合的方法 起碼不是我用的方法 我會有很多東西從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之後 你就 by elimination 很多東西你不會做 你只是做這幾件事 在那幾件事裡面 你就慢慢可以去挑選 然後是所謂感性的演繹 你在這段時間就可以發揮一些 所謂的靈感 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事情 但靈感很多時候 我不覺得是得到一個project 開始去想的 其實我創作的時間主要是 是早上做的 我自己在我的簽名 每天都是在早上 起床到真的要上班 之間那段時間 就是我自己做創作的時間 很多時候回到公司的時候 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有時開會 有時見客 有時見客 都未必是可以很專注做創作的 所以我就會專注 早上那段時間是我的創作的時間 另一個習慣就是 筆和寶 去到哪裡都會帶著筆和寶 一有些想法 或者有些觀察 看到我就會寫 第三個習慣就是很多diagram 好像你這樣說 有時的問題 不是馬上去到實際解決 不是馬上去到可以起出來的解決 很多時候是在想一些關係 這個是畫個圈寫個字 那個箭嘴會帶著另一個影響因素 畫這些diagram對我來說很重要 成本簿有五成是diagram 都未去到任何產品設計 或者是空間設計 在這裏我們有一些在職的設計師 以及在讀設計學生的一些問題 給Steve和我上次解答 兩位設計師你好 香港地小人多 發展可能性又有限 身為designer 又可以怎樣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呢 香港雖然是地小人多 發展看起來好像有限 但我們永遠不是香港框住來的 還有建築不一定是做建築的 香港是很多文化的交流 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香港是一個旅遊的城市 諸如此類 作為一個建築師或者設計師 其實在這方面都可以發揮它的所長 所以我覺得不要感覺 我們綁手綁腳 綁手綁腳 不是人綁你 是你自己綁你自己 可能貼身一點這樣說 我現在在日本有些項目是 不是東京的 東京市交一些城鎮 二、三線城市 沒有Uber 也沒有任何送外賣 每個人都一定是開車出街 那些香港同事去到 我們搭公共交通工具搭哪 去不到的 只是坐單車 或者是開車 我們沒有車牌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惡然 這個世界不是城市的地方 有很多不便的 香港有很多方便 我們只不過覺得是天津地熱 在這麽多方面 那麽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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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不是很足夠 那麽像Steve那麽說 設計師 在這個困難中 就想想怎樣去解決 異形金光也好 回來的床也好 很多傢俗 很多收來設計 去到大廈 怎樣去做個 Glyph Core 各種各樣的解決 都在這種困難中 產生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 有困難才有創作 這個可能是更加大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我們有些客人在外國 一塊地 大草原來的 幾萬呎 或者幾十萬呎 建一間屋 又沒有山 又沒有河 又沒有水 那你在一間屋裏面 怎樣畫這間屋呢 其實很大的困難 你想想 Fran not right 起Falling Water 都是有個 context 沒有那些瀑布 沒有那些山勢 根本起不到Falling Water 我想我們設計師或建築師 最難是完全沒有constrained project 隨便你怎樣做 你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因為我們是 我經常說 我們設計是由理性分析開始 才加入一些感性演繹 那個理性都不知道從何而來 香港空間的作用越來越受關注 你們怎樣看現在香港公共空間設計和規劃呢 我想你看到今時今日 發展商也好 政府也好 對人老百姓的生活 特別是一些基層老百姓的生活 是越來越關注 越來越重視 包括我們製造很多公共的 政府的公共空間 室外 或者有些公共的設施 在我們發展的條文裡面 發展商也要提供一些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社會的進步 亦都是希望 正如我所說 我們朝著一個對的方向去做 只不過我們需要時間 這個時間不只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是要政府的推動 所有的發展商 所有的建築師、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團體 大家同享協力 一起去向這個方向去有訴求 然後自不然有人會有反應 然後這個社會才會進步 我很記得以前在我們其中一個項目 在上環 我們常常會去PNQ吃飯 那時候定正就是很多人罵 是否收支平衡 是否虧本 是否公司 政府在分餅 很多評論 但現在我看PNQ 都仍然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其實它引入了很多設計師 引入了很多創作者 有一個世界報告 可以讓世界看到很多活動 在那裏搞 當政府去做一件不賺錢的事 又被人罵 當政府去做一件賺錢的事 又被人罵的時候 其實你會製造一個什麼都不敢做的政府 然後你就會說一個政府什麼都不敢做 我覺得這些是市民有責感的 那PMQ回去 其實現在以我所知 那些occupancy rate有多高 各種各樣 那是時間 當任何挑戰 市民不給時間 就開始去插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可能發生 rouge鹿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